大家好,我是Him 我是俊熙 我們上次也介紹了躲避盆的正手技巧 咦,那這次是否教中手機盆技巧 當然不是,我們這次是教一個全盆的技巧 哦,那是否教摺盆的技巧 當然不是,待會告訴你 那開始吧 好了,我們這次是教一個高空出盆的動作 如果你是用右手拿著盆 右腳在前面,左腳在後面 左腳在後面,然後眉眉側身 會看著目標 右手的話,都是持盆一個反手持盆的動作 如果你是用左手拿盆的話 把方向調轉就可以了 原來是這樣,那個分別是哪裏 分別就是,右手持盆 都是一個以反手的動作去持盆 把盆放在左邊的腰間 出盆的時候不用維持一個水平的線 反而就要保持一個傾斜的角度 向著目標的右上方打出 那一起試試吧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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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好啊 天啊 中間有東西擋住,原來這樣感覺都可以嗎? 當然啦,其實多點練習和合作都可以做到的 不如最後一句請你一個吧 我記得,如果大家對多比盤有興趣的話 記得留意著我們下次的新影片 拜拜 我記得,如果大家對多比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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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夠金錢